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你帮同事买东西 他总是少给你零头 你会怎么办 如果钱少的话我就会去 就是这个钱有富裕你就会去 不是 就是他给我十块 然后买一盒十三的烟我就会去 你就会去 对 你愿意贴钱 因为交朋友吗 那如果我给你多给你二十你去吗 去我找你七块 那我不给钱呢 那不给钱我才不去呢 那我给你五块钱 那我也不去 你别让我贴太多 不能贴太多 对 那如果我跟你说不用找了 七块钱算跑腿费呗 那我就拿着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说他情商高还是怎么着 还是他的本能 这孩子真踏实 很朴实 不占别人便宜 特别好 不坑别人 但是我也不傻子 你也别占我太多便宜 他那个分寸感特别好 对 他也不傻 但也不小气 对 特别好 他是善良 但是善良的有底线 就怕有的人善良过了都没有底线 我觉得你这点非常好 还有一个呢 来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会自己添这个零头 你会添这个零头 对 每次都会吗 每次都会 就我每次都给你 我买盒烟 我少给你两三块 你每次都会帮我添 那你不是冤大头 那两三块的肯定不会 就几毛几毛的零头肯定会 这零头还有几毛几毛的吗 一块两块的会去 会帮忙 第二次呢 次数多了那肯定不行 那如果我给你二十呢 我把它买了就找零给他就好了 找零给我 对对对 那你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小亏可以吃 对 对吧 对 能吃几次呢 他脑子里把任何一件事都想得 他太 跟哥的妈和猜想一样 对 文心当别人向提问的时候 你每次回答 是不是第一想的是 别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或者感受 而不是自己想要干什么 他会先猜别人想听到什么答案 对 是这样吗 对 会考虑得顾虑太多吧 所以你很多时候说的 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 其实 你总是在迎合你周边的每一个人 喜庆为什么被大家喜欢 就是他够敞亮 就是我们不用再去猜他回答的 是不是他的原意 但我们你的回答 我们就会去想 你是不是在琢磨我们 在琢磨什么 这个过程就忒累了 你知道吗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兵 对这两人的解读 进步进步 他们两个只有王喜庆 有微博数据 我们只分析他 罗文心要多注重自己的社交传播哦 好的培训师都拥有好的影响力 王喜庆仍如其名性格喜庆 他与培训师岗位的匹配度为67% 优点在于他的激情 他的讲演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人的注意力 缺点在于知识储备不足 喜欢说教别人 但不太服从上级的领导 说到最匹配的企业家 应该也是全场最优秀的培训师 也是说话最让人相信的那个人 他是咖啡之意的尹峰 尹峰有明星气质 他本身就是一张让人信服的名片 你看 他一笑 我就想去他那里喝咖啡 我觉得小兵今天一定喝了一杯一咖啡 你嘴这么甜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你们面对面 都说一句为自己壮胆的话 任何坎坷和荆棘 都是我王喜庆成功的飞料 我退路了 我想退路了 为什么 我承认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希望以后走出来 这是非女目鼠给我最大的帮助 我希望回去以后 更加地努力学习 然后多锻炼口才 我败得心服口服 你输了 输了 你承认你输了 对 那是不是 你就不竞争这个工作了是吧 对 他想从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走出来 我觉得今天求职成功不成功 暂且不论 但是至少他在自我认知上 有一次清晰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就值了 但不确定 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认清了他自己 希望吧 薄熙我给你个建议啊 从头到尾 我觉得你最大的败笔是 凡事都被别人所赢到 你完全没有主心骨 然后刚刚老板呢 跟你提一些不一样的建议 你就没有应变能力 然后我觉得你抗压能力也不够 到现在还没怎么样呢 也许有的老板就喜欢你呢 你怎么不给自己试一试 自己给自己拆台了 我觉得你个大男人真的要像男人一样啊 要加油 知道吗 我觉得他倒挺有 在最后这一点上 还是蛮有自己知名的 对 我的确是 这件事应该这么看